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1月9日早上的8点49分 我是吕波尔市 昨天台北市第三选区立法委员补选已经出来了 而中共那边的病毒也开始要大量来台 因为昨天就是中共开放大家把病毒带往全世界 而新闻也报道了来回台的一位台商 阳性然后发现他的肺已经白了 白肺也就是纤维化 然后那位医生跟新闻记者说 还好他回来了 如果他没有回到台湾 他留在贡区肯定是必死无疑 因为现在供区是没有医疗设备的 这个白肺其实症状就跟三年前刚开始的武汉肺炎症状是一样的 已经不是Omicron 现在Omicron这种轻微症状是不会有白肺的 现在的Omicron轻微症状就是你花个烧 咳个瘦 就过几天就没事了 但这个白肺是重症的 是会没命的 那现在这位台商在治疗之中 以台湾的医疗水准可能可以救火 算是减回一条命 但是台湾人你要小心了 因为现在轰涌而至 共区那边变种病毒轰涌而至 现在最强的就叫做XBB 有时候好像BB是不好听的 就是隐秘弊位的代称 所以这个XBB呢 算是很黄 很黄 但是又叫做海怪克拉肯 海怪克拉肯XBB 之前有这个FB7 还有D1拳 这些强而有力的病毒 都要回来了 大家戳在蛋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好 那第三选区 王洪安的得票是60519票 吴一龙是54739票 所以民进党还是输了 那我把两人的得票数呢 把它除以27 因为27就是2月7日 也就是吕布的祭日 是为什么要这样除27 就是要从得出来的伤来看神域 因为我之前一些选举之后 我也是这样把它除了 就发现 吕布温审 借由这个票数除以27 会告诉我们一些 一些未来的情况 所得到的 王洪伟 除以27 2241.44444 这什么意思 我想不用我多说 你看也知道不妙 阿阿 恶恶 恶跟恶 疾恶 可恶 恶魔 恶恶吗 四 恶 死于瘟疫 恶就是瘟疫 死 死于瘟疫 恶恶 死于瘟疫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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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吴一龙呢 吴一龙除以27 2027.370 370 你看哦 这个伤 有一个27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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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恶 恶靈就是 恶 恶 恶 我们说这个魔鬼恶灵 鬼魂 恶灵 恶魔的灵魂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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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恶神 恶 恶神 恶神代表恶神 恶神 就是恶灵 对 对死者死亡 生病的人来说 恶神就是恶灵 然后点什么 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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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善而去 善 善气 然后变成清灵 370 370 这是吴一龙 除以27所代表 恶神要告诉我们的 可惜他没有当选 吴一龙如果当选了 就能够怎样 恶灵 瘟神 疾病会散去 然后清灵 散去清灵 而且是循环 循环小数一直循环 瘟疫散去 恶灵散去 大家都不用害怕 可惜吴一龙落选了 所以他落选了之后 大台北就变成什么 二二十一四四四四四四 死定了 死定了 也就是说 1月8号之后 中共病毒 入侵大台北 死很多人 再来 这个要补充上一个 上一个视频 我曾经提到这个世界上 屌的长度 英国学者 所做的调查 当然 这里所指的长度是指 充血之后 也就是升旗典礼 升旗典礼开始 全体出力 出力 是指充血之后 我不晓得 英国学者是怎么用的 可能是用 可能是 让受册者来看这个色情片 当然不可能看 让他们看 祝祝节 秀祝节在演讲 我想那样可能会扬威 或者 应该是让他们看 这个 军军或什么 拉拉队在这边 穿得很少 在那边跳舞或什么 然后来测量 这个长度 发现 全球最长的是 厄瓜多尔 17.6公分 日本男子 13.8公分 南韩 13.6公分 中国 13公分 13.01 我看那个 新闻是 13.01 但01 我就把它省略 就变成13 而台湾呢 10.6公分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个 10.6公分 的台湾人 这是平均值 全世界倒数第二 第二长 也就是 倒数第二 就是 只赢柬埔寨而已 柬埔寨 10.4公分 世界最短的 然后台湾是世界最第二短的 但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台湾的人种里面有什么 闽南人 客家人 闽南人包括客家人跟辅老人 然后还有外省人 还有原住民 而228被杀的是什么人 大部分都是闽南人 也就是 辅老人跟客家人 原住民跟 当时在台湾的外省人是 没有被 被切那个 杨具 他们没有 他们 228大屠杀的时候 外省人是 就是外省人干的 他们都把 台湾年轻人 这个杨具把他割掉 所以 外省人 杨具没事 原住民 杨具也是没事 所以我想到说 这个平均 10.6公分 你应该 要 考虑到 外省人 的长度 因为 原住民 人数比较少 我们就以 以这个外省人 外省人就是 中国人 13.13公分 然后你看这个算数 X就代表 台湾人的平均 杨具的长度 因为 为什么是3X 然后中国人 13 就只有一个13 然后 这个是按照 人口分布比率 因为 台湾人 是不是 在1945年的时候 人口有600万 而外省人 来台湾的外省人 有200万 所以比率 是3比1 所以你就把它 3比1 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 假设 有三个 台湾人 跟一个外省人 来求平均值 所得到的 杨具长度 10.6 然后 你来 求出这个X 就是 一个台湾人的 杨具长度 结果 得到台湾人 真正的长度 是 9.8 9.8公分而已 比 世界最短的 柬埔寨 男子的尾 还要小 还要小 0.6 所以说 世界上 尾最小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 这个真相 大家 一定觉得 很惊讶 但其实 当过兵的男人 一点也不惊讶 台湾台积电 世界第一 没想到 台湾男人 屌最小 倒数排名第一 我们也都是第一 屌最小 第一名 怎样 骄傲吧 当然不骄傲 当过兵的男人 都知道 以前 阿兵哥 都是 洗大浴室 大浴室 大家脱光光 没有隔间 你看我 我看你 军官不一样 军官有 有自己的 沐浴间 有隔间 所以你看不到 脱光光的军官 但是士兵 彼此都看得见 然后当过兵的人 就知道说 阿兵哥跟阿兵哥 互相看来看去 大家屌 怎样 都知道 没有人会去遮的 为什么 现在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大家都 因为我曾经走过去 就隔壁而已 军官的有门的 就在另外一边 阿兵哥的就在左边 军官的在右边 所以军官 我是军官 我要洗澡的时候 我会看一下 看他们在洗澡 结果我发现 这些阿兵哥 都没有人在遮的 而且其实也看不见 你没有重写的时候 台湾男人 年轻人的屌 是看不见 就在万绿草丛中 就是被毛盖住 自动遮掩 为什么 我现在才了解 因为 只有 拨起来的时候 也才9.8公分 那你想说 洗澡 这个 这个还没有 重写的时候 那是看不见的 几乎看不见 小到 就像花生米那样 看不见 都被毛遮住了 因为台湾男人 有世界最小的鸡鸡 难怪 现在我才想清楚了 为什么 那些阿兵哥 那么多人 一百多个人 一起在那边洗澡 大家没有人在遮的 因为根本不用遮 看不见 自动掩藏 但是 现在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台湾的 阿兵哥的军官 要跟阿兵哥隔开来 因为你 你如果军官 被阿兵哥发现说 哎呦 军官怎么都是太监 这些 如果这个军官是台湾籍的军官 一样也是 大家看不见 一样也是大家看不见 万绿丛中 花生藏在草丛中 也是看不见 威眼尽失 这样你怎么带兵 阿兵哥会笑军官 说你跟我们一样 平常也都是看不见 即使暴怒金刚好了 搞不好请那个林志玲 或什么大美女 来跳脱衣舞 这个时候 升起典礼 顶多也才9.8公分而已 这个威眼尽失 怎么带兵 所以要隔间 现在才了解 当然如果是外省人 外省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 要分辨台湾人或外省人 很简单 看那里就知道了 多长了外省人13 足处比台湾人多了几公分 13减9.8 多了3.2公分 天哪 3.2公分 一寸多 一米大一寸 外省人比台湾人 大一寸多 难怪外省人 在台湾的外省人 人比较大 他们有自信 现在我也终于了解 台湾民间有一种功夫 叫做音调功 我终于为什么 台湾人要练音调功 就是为了把什么 把机机拉长 大家真的是知道怎么去补救 补救先天的缺陷 就用这一招百斤调养 你看还有人调200斤的 200公斤 台湾人真的是很辛苦 当然 为什么台湾男人的机机会特别短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就是228大屠杀导致的嘛 受惊吓的灵魂投胎转世 是会有后遗症的哦 催眠 催眠之后 得知 胎痕乃前世的伤口 我曾经看一本书啊 就是轮回转世这方面的书 就有一个身上有一个黑痣啊 就胎痣啊 黑黑的这样一个痣 然后去催眠的时候 原来他这个黑痣的位置呢 就跟他前世被人家开枪 打中的位置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黑黑的痣呢 就是前世被开枪 打中之后 这个灵魂投胎转世 虽然换了新的肉体呢 但灵魂他还记得 这个恐怖的经验啊 结果 就在同样的位置留下 这个黑 黑点 那另外一个人也是 有类似的身上有一个 像打叉那样的那种 黑色的痣啊 胎痕啊 我们有时候会说 胎痕一大片的那种 胎痕 结果催眠了之后 恐怖到 惊吓到痛苦到 灵魂依然把那种伤痕 留在身上 所以他来到这一世呢 依然 依然留着那个伤口 前世的记忆啊 还有的例子就是 有人天生俱高 结果催眠之后 才知道说 原来他上一辈子 曾经在很高的地方 不小心跌下来 摔死啊 所以说 他现在只要到高处呢 他就很害怕 他一爬山 他就很害怕 因为他以前 上一辈子就是 从高山上不小心摔死的啊 摔下来摔死的 那还有一个 有人有那个密闭恐惧症啊 结果催眠之后才知道说 他前世呢 曾经被关在一个 很小的空间里面 就这样活活饿死啊 求救无门 所以这一辈子呢 他一处在这种环境 他就会害怕 那你想想看 台湾人为什么天生就没胆 天生胃缩 屌特别小 有些人还讲话 人家说甘然甘然 口齿不轻 为什么 因为前世受伤的灵魂 因为惊吓过度 那个伤痕还在啊 所以你投胎转世到现在 还是一样嘛 而这些投胎 前世228大屠杀的受难者 因为那个惊吓到说 连灵魂都受伤 所以到现在 还挥之不去啊 所以他们天生 所以台湾人天生就畏缩啊 屌特别小啊 因为上一辈子那个杨具被切掉嘛 没了杨具嘛 你没了杨具那个被切掉的连 也就是你灵魂的一部分不见了啦 屌那一部分的灵魂不见了啦 所以你这一辈子 这个屌那部分的灵体也是小啊 特别小啊 才会变成全世界最小的啊 那为什么口齿不轻 因为很多年轻人 他上一辈子是被外省兵 把自己的杨具塞在那个 塞在那个嘴巴里嘛 就像那个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 他的叔叔吴宏奇 是当时台湾为这个很难很难得的法官 在日本时代台湾人能够当法官 是一等一的人才 他当法官 但是228大屠杀的时候 当时的外省外省人的政策 就是要把台湾所有最精英分子啊 精英分子一律一律要杀 要把所有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 全部杀光啊 那所以你当法官的 你当老师的 当教授的台湾人都要杀 所以这个前国民党主席 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是台湾人 不是外省人 他的叔叔吴宏奇是华官 他就被被杀嘛 然后他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是在那个南港溪啊 南港溪 就是那个大排水沟里面 南港溪啊 都是尸体啊 好几十具啊 其中吴伯雄奇的尸体 也在其中 每一个尸体都是 嘴巴都含着鸟啊 含着羊具啊 但但到底是自己的还是 别人的 我想应该是自己的吧 那头 头颅 头颅啊 都眼睛啊 都打到那个眼睛都掉出来了 头颅都变形 四肢全断哦 四肢 那个骨头都打到粉碎或者骨折 然后高碗什么也都破裂 羊具都被切掉 全身 都是 这个窟窿啊 刺刀乱刺啊 死状胜惨 你说这种 当时 所受到的惊吓 那真的是 那不得了啊 那个即使说到现在 灵魂投胎转世 依然很惊恐啊 就有人在说 现在 中国大陆那边不是说 要用炼钢厂的那个 炼钢乳来 浑化尸体吗 然后共区那边的老百姓就说 普通的 这个火葬场呢 这个温度大概就五百多度 然后炼钢 炼钢厂的那个 那个火的温度啊 一千五百度 他们说 我们如果把家人的尸体 拿到炼钢厂去火化 那可能连灵魂都 整个都烧掉 就没办法投胎转世 高温高到 连灵魂都烧光光啊 像228大屠杀这种 这么恐怖的 他们是活着 活活的被割羊具 然后活活的被打 被剥皮 被挖眼睛 被割舌头 被割耳朵 都是活着的时候 被这样 被这样屠杀 被这样虐杀 那种恐怖啊 那种灵魂 所受到的伤害 到现在还在哦 投胎转世之后 还在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 台湾人啊 你如果手不小心 往台湾男人的 这个羊具那边 飞过去 他自然而然 很快 他就两手就赶快遮着 很害怕 或者你对台湾人 就稍微大声一点 你看 常常有那个什么 鹿霸 有没有 这个怒鹿主啊 那个 台湾人被人家拦下来 然后那个 那个在花怒的 一定是外省人啊 他就骂 这个 逼车啊 然后把台湾人逼 逼车 逼停了之后 骂台湾人 然后你会发现 以前的报纸 不是都有开吗 那个被骂的 就赶快跪下来 跟那个逼车的人 磕头道歉 磕头道歉 还是被打 一些刑案啊 凶杀案啊 以前不是有一个姓雨的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带着女朋友在公园聊天 然后五个 五个外省 外省帮派的 不良青少年 就过来找渣 然后那个 台湾人啊 姓雨的 清大研究生 比那个不良青少年 大了好几岁 他竟然跟 跟那些 竹人帮的小混混跪下来 跪下来求饶 结果 那竹人帮小混混 为成年人 照样把 那个研究生活活打死 现在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 台湾人都不会反抗 怕得很不大 原来全世界 吊最小的就是台湾人 9.8而已 有一些人讲话口齿不清 就是上一辈子被屠杀的时候 他嘴巴是含烂的 而当时你嘴巴含着 但你还要讲话 那些外省兵 叫你把嘴巴含着自己的屌 然后你还要叫你喊三民主义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讲委员长万岁 讲委员长万岁 你讲不出来 他就用刺刀戳你 或者用枪托打你的头 你一定会口齿不清的 然后外省兵会说 听不清楚 大声一点 你说什么 如果这样就惨了 所以现在很多真相 我们终于明白 原来就是这样 受伤的灵魂 那最后一点 台湾致民谷的故事 这是你假如中共攻取台湾了 然后中共知道说 在台湾的台湾人的屌 是世界最小的 而且跟在台湾的外省人的屌 长度差了一寸多 差了3.2公分 但是在台湾的台湾人 跟外省人是不是 你外观上 你不脱裤子 分辨不出来 很难分辨 所以这个时候 共军要屠杀台湾人的时候 他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把抓到的这一排 这一排人 贺令他们全身脱光光 裤子也要脱 然后在每一个人的腰间 绑上一个骨 绑上一个骨 而这个骨的长度 这个骨 绑的位置 高度就是中共 共军 预估 你如果9点 你冲鞋 勃起的时候 你如果9点8公分 往上这样挺 你是打不到骨面的 你必须要多一寸 也就是13公分的时候 你才能够打到这个骨面 也就是骨 才会咚咚咚咚咚咚 因为够长 够长你才打得到骨 就用这一招来分辨 你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 外省人 中共是不杀的 因为外省人 很多外省人都是亲共的 像马英九 这些外省人 费洪太 徐晓清 徐晓清是女的 没有基基 像这个 就男影的这些 大部分 这些外省人 他们 屌都特别长 所以共军要屠杀 台湾人的时候 你不能误杀 你不能误杀这些人 然后 你又怕那个 怕那个台湾人会说 未成我是外省人 你 台湾人为了怕被杀 他就说 我是外省人 你分辨不出来 那怎么分辨 就用这一招 腰间绑骨 这个就像五虎乱法时代 五虎乱法的时候 这个胡人要杀汉人 问题是有一些 有一些胡人 因为 长相 长期居住在 汉人的地区 也是有一点混血 有混到 你外表 跟船主 已经分辨不出说 你是汉人 还是胡人 但是 有一种方法 可以分辨说 你是汉人 还是胡人 那就是 听说是那个 脚趾头 脚趾头 有那个小趾 如果你是胡人的话 你这个脚的脚趾头 小趾 那个指甲是 会开叉的 会分叉 还有就是手臂 手臂你弯曲的时候 会有一条线 会有一条线 这样你就是胡人 所以当时五胡乱法 要屠杀 屠杀老百姓的时候 为了怕误杀 自己的同胞 所以就叫 大家把鞋子脱起来 检查你的小趾 有没有那个 脚趾有没有开叉 然后再叫你把那个袖子 这个往上卷 然后看你的小手臂 弯曲90度 看有没有一条线 如果有线的 或者脚趾头 有开叉的 这些都不杀 其他的就是汉人 就杀 当时是这样分辨的 那共军如果攻占台湾之后 要屠杀台湾人 共军不是说 他们要把台湾人杀光吗 台独分子也全部杀吗 要怎么杀 你不能杀错人 你不能把亲共的外省人也杀 所以就用自民谷这一招 然后 现在每个被绑护刑场的人 都脱光光了 腰上绑一个小骨 然后就叫什么 猪猪结 当然不能叫猪猪结 这样绝对不会冲写 然后叫大美女 啦啦队大美女 脱光光好了 在那边跳舞 这个时候 如果水的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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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出列 这个是亲共的外省人 好 你可以离开了 为什么 够长嘛 所以 鼓才会 鼓才会响啊 所以他是 外省人不杀 其他的 啪啪啪啪啪 sacrifice 可能不会用枪嘛 因为像二二八大屠杀那个时候都不用枪 因为说要节省子弹 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还要打共产党打内脏 他们要节省子弹 所以他们都是用刺刀刺 或者用枪托打 或者用铁丝这样绕 吊死或什么的 好吧 共军应该不会开枪 也要学以前外省兵的杀法 可能就是用刺刀 你的骨不会叫 直接刺刀就把你喉咙 这样脖子刺穿或者心脏就刺穿 就死了 下一批 下一批 下一批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马阿九 马阿九也被绑来这里 绑来刑场 然后脱光光 腰也是绑一个骨 他是外省人 马阿九是外省人 他很有自信 他想说我的骨一定会 蹦蹦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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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结果 美女开始脱光光在那边跳舞 各种烧手弄姿 各种淫秘的状态 淫秘的姿态 什么摁字腿 下腰 什么 各种 各种姿势 结果 竟然所有的骨都没有响 包括马阿九的也没有响 台湾人的为什么不会响 因为不够长 9.8公分而已 你要到达至少要13公分 你才有办法响 但为什么马阿九是外省人 也不会响 当刺刀快要把他从心脏刺下去的时候 他马上抗议 说等一下 马阿九说等一下 拜托你们把这个骨检查一下 这个时候 共军把骨翻过来看天 整个骨都被打破 戳了一个洞 破了 因为强而有力 又长又强 连骨面都打破了 所以就没有响声 所以差点 马阿九就因为太长 又长又强 差点就被误杀 差点因为戳破骨面 没有敲响 差点就被误杀 所以 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 瞎编的 但是 想起来也是悲哀 台湾的台积电世界第一 没想到台湾人的鸡鸡也是世界第一 第一短 可悲啊 难怪啦 难怪你看 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很奇怪 这次九合一大选 左水溪 这个嘉义市 嘉义县以北 全部都 投给南营的 我们都会觉得这些台湾人怎么那么奇怪 连那些有钱科的杀井的 你都支持啊 贪污的你也支持 杀井的有钱科的坐监换华的你都支持 觉得说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奇怪 现在我们才了解了嘛 鸡鸡小的人无所不为啊 鸡鸡小的人呢 什么都干得出来啦 不是说什么都干得出来 就是 没有什么尬子啊 没有什么尬子啊 人云亦云啊 人家跟你吓着 你就乖乖听话 你没有投我们 我们砍断你手脚哦 乖乖听话 没有什么主见啊 也不敢反抗啊 因为鸡鸡小嘛 没有自信啊 现在大家知道了 所以说 蔡政府你要了解这个现象啊 你这个六千块 花这个六千块是没有用的啊 你应该怎样 把这六千块买什么 买电动按摩棒 或者什么 电动洋具 或者 或者你干脆说 每个人补助 六千元 去 台湾的男子都可以到整容 中心 做什么 阴晶增长术 每个人补助六千元 男的啦 补助六千元做阴晶增长术 然后女孩子呢 都送那个 电动 电动洋具 电动按摩棒 以 以补 以补助呢 以弥补他们的男朋友 台湾籍的啦 我是指 他们的台湾籍的丈夫 台湾籍的男朋友 不够长的遗憾啊 所以 所以你看为什么 吴亦龙这次又选输了 因为 蔡政府 你 直接 要把这六千元花下去 你 你没有烧到重点嘛 你如果知道说 台湾人的基基世界最短 你就 听我说的 我这种建议现在还没有发 还来得及 你的 发电动 洋具 按摩棒 男的 就是补助 整容中心 做阴晶加长术 补助六千元 甚至可以 我不晓得那个 阴晶加长术 到底要多少钱 六千块 不晓得够不够 搞不好够啦 搞不好不够 可以研究啦 好 祝大家快乐